尤共堪魯 直取魯 末代粉紅 自取魯 大家好 歡迎回到本週粉紅大報 這邊是波動好帥 觀眾也不賴 今天要來歡迎與本月加入我們被魯華大家庭的成員 以及聊一下中共的海外警察究竟是什麼鬼 為何已經肉身翻牆的中國人 也會因此難逃共黨的魔爪 今天進入影片正題之前 要先看下surfshark VPN 與本月贊助粉紅特報這個單元 所以連頭上網沒用VPN 彷彿就像上街穿著國王的新衣 是很危險的 不少釣魚網站飢渴亂爭 一不注意帳戶 信用卡資料 就可能被有心人士給竊取 因此平時喜歡上網的朋友們 若你還沒用過任何VPN的話 建議一定要使用VPN軟體 來保護自身的網路安全 Surfshark VPN可提供安全加密的連線通道 將你的網路數據加密 裡面的Clean Web功能 與載入廣告和惡意軟體之前 就能主動替你攔截 也能一鍵更改IP保護你的上網隱私 讓你有更好的網路體驗 若想要更完善的防護措施 還能將Surfshark進化 變成Surfshark 1 升級後的Surfshark 1 裡面包含Antiviral防毒軟體 支援Windows、Android、iOS等 一鍵快速偵測 幫你掃描病毒移除有害文件 有效遠離害客和釣魚網站的威脅 聽我介紹這麼多次Surfshark 就算你還沒買 你也應該去下載來體驗一下了吧 現在購買一個月內 若用起來覺得不滿意的話 Surfshark VPN有30天保證退款機制 等於讓用戶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免費試用 超級佛心 可以刻到影片說明欄會點選連結 或使用我的優惠代碼 就能獲得意氣的優惠 訂閱兩年方案 這家送免費三個月使用哦 CP值超高的Surfshark VPN 推薦給各位 大乳共時代也三年了 沒想過有一天 連說聲Hello中國 也能被消逢連結到乳華 首先來歡迎與本月 加入我們被乳華大家庭的成員 那就是知名漫畫作者 井上雄彥 觀然高手支部漫畫 應該有不少人都有看過 而今年1月份在台灣上映電影版之後 全台票房累計超過4億 當時作者在Twitter上發了一篇貼文 感謝台灣的觀眾朋友 另外香港以及澳門上映時 同樣也有發文感謝 其他還有像是菲律賓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等 世界各國上映時 井上雄彥都有發文感謝支持的觀眾 而等到了這個月 在對岸牆內也上映之後 作者也按照慣例在Twitter上發文感謝 做了跟前面幾個月以來同樣的事情 接著井上雄彥就經歷了人生必盡的階段 哇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他的發文內容 中國的朋友們你們好嗎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電影《灌籃高手今天起在中國》上映了 我感到非常高興 然後附上了一張作畫 裡面的人物 正是本次電影版的主角 工程良田 並搭配英文寫 Hello China 那又到了我們魯華測驗時間了 給各位3秒鐘的時間作答 請問這張圖魯華的點是什麼 3 2 1 答案我們可以從粉紅的留言來一探究竟 CINA本來就是抗戰時期 日本對中國人的五路性詞彙 看過一些戰爭歷史劇 都應該知道這個詞彙的意思 原來是因為China的H 搭配了別的顏色 那剩下的紅色字母 剛好就成了支那的意思 說真的美測魯啊 事件都是粉紅們自己在那邊玻璃心 不然不講的話 應該也沒多少人會去注意到這個點吧 但大家可以注意這位粉紅的留言內容 看過一些戰爭歷史劇的 都應該知道這個詞彙的意思 這話就說明 為什麼小粉紅會對這個詞啊 這麼敏感 因為他獲得這個詞的資訊來源 大多是從牆內的愛國抗日劇學來的 不過事實是什麼呢 這邊跟各位分享個冷知識 歷史上支那這個詞 如果你去探其源頭 是來自佛經范語 意味著智慧 從司馬岩的禁國就有在使用 這個詞最初是完全沒有任何貶低含義的 當時那些朝代的中國人 也不會因為聽到這個字眼 而覺得自己被罵了 唐玄宗李隆基也曾經用過這個詞來作詞 如果有時光機能穿越時光 你回去對唐玄宗說 你這個支那人 他會笑著跟你點頭 覺得你在誇他 包括孫中山以前寫信 也用過這個詞 說自己是支那民黨之代表 另外一連發明中華民族 這個統戰用詞的梁啟朝本人 他的筆名是什麼 支那少年 在交五戰爭時 日本稱呼中國為大清國 戰後稱呼為清國 在中華民國出現之前 日本都是用該朝代來稱呼 直到中華民國出現之後 日本則採用過去駐清大使的建言 選用當時較為客觀的支那 作為對中國的正式稱呼 如此一來 無論你國號之後再怎麼改 他都可以使用 不過後來中華民國外交部 覺得說大清都被推翻了 現在叫中華民國 就也要求日本要改稱呼為中華民國 而日本後來也開會 並決定將支那國改成中華民國 但不是一下子就選改 因為這已經稱呼很久了 所以在當時的朝代 日本民眾還是會稱呼中國為支那 再次強調這是沒有貶義的 日本學界做相關研究史 也用過支那歷史 支那地理等 這些詞彙都是很中性的 是直到後來中日戰爭爆發 蔣介石就說 日本人講這個支那 是在詛咒中國人 因為在日文中的支跟史 都是發西 是同音 但這部分我個人覺得 是蔣介石他借題發揮的 畢竟這個詞之前都用這麼久了 但因為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雙方交惡 所以我想在那個時候 可能只是多少個理由來湊日本而已 時間在快轉到二戰結束 日本成了戰敗國 蔣介石就又再要求 日本以後不能用支那來稱呼中國 要說中華民國或是中國 日本後來才不再使用支那這個詞 但支那一詞有舊詞消失嗎 其實到現代 仍然還有數字中以上的語言 稱呼中國為支那 像德國、法國、荷蘭、捷克、義大利等等 應該說有許多歐陸國家 以及曾經被歐洲統治過的地區 這個數量加一加差不多有大半個地球了 都還是使用那個雙英節 稱呼中國為支那 就是都還是發支那的音 那照粉紅們的邏輯 這些國家是不是也魯華了呢 而英文中的China 也是從支那這個詞 被改發音來的 換句話說China跟支那 其實就是同一個詞 兩者是一樣意思 但粉紅們卻能接受別人說China 而不能說支那 這現象也是蠻幽默的 那聽完上面這段小故事 大家就可以知道 支那一詞 最初是沒有貶義的 而到後面最後用來稱呼的對象 也是用來稱呼中華民國 完全不關中華人民共和國 半點屁事 但粉紅們聽到支那卻會崩潰 覺得她自己被人家罵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在牆內看太多愛國抗日劇了 明明中日戰爭當初也不是中共在打的 你在那邊 把人夾咪咪咪咪化修 小日本鬼子把H寫清楚 寫紅色 其實中共五星旗的配色 也是紅黃配 那這樣是不是應該改一下 而且紅黃配怎麼了嗎 你就不能聯想到小熊圍你嗎 好吧 那又也魯華了 Yeah 一開始我不知道 錦上熊燕是不是故意的 但後來我觀察了一下 我認為真的只是粉紅們腦補自己被滷了而已 因為像越南那篇的感謝文 也是紅黃配 而且那一篇是比較早發的 就只是一個風格的延續 就剛好而已 就看了一下 真的不覺得她是故意的 不過如果我井上熊燕是故意的話 那我會更喜歡灌籃高手 我讀的書少 你不要騙我 我沒有童年濾鏡 我就是懷疑她在罵我 差點就買票了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 反正我他媽是一點而委屈不能受 一點委屈不能受 牆內996你能接受 一點委屈不能受 之前瘋成瘋成這樣沒菜吃 你還不是接受了 牆內那麼多言論審查 你不也接受了 你不是不能受 你是只能接受 我認為有些粉紅可能也不是書讀的少 反而是書讀太多了 讀書本是好事 但你在牆內越認真 就讀到越多黨國教育 學到越多習近平思想 最後就把你自己活成了粉紅模樣了 為止賺了人民幣還要噁心中國人 真挺噁心人的 就算參考越南上映發的 作為公眾人物出了這種低級披露 出來說明道歉不為過把 看完這些粉紅留言 我有個體悟 就是 他們是自己想要乳滑的 心中有乳滑 所見皆乳滑 他們總是能找到各種理由 來說服自己被乳滑了 不然明明一樣的貼文 其他人看了就不會有這種感受 在收集這事件的資料過程中 我也有看到其他中國網友 在錦上熊燕那篇推特下面留言 可以看到有不少都是在感謝他出這部電影 然後還有要他忽略負面評價的 這些人就是心中沒有乳滑 他就能正常的享受電影 那這邊我們也恭喜錦上熊燕 與本月加入我們被乳滑大家庭 接著帶各位來關注另一則消息 是關於中共的海外警察 特別如果你是肉身已經逃到牆外的中國人 甚至是你不是中國人 但是你有在網路上罵過中共的人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特別留意接下來的部分 因為還沒抓完 本月17號美國FBI在紐約逮捕了兩位中國移民 這兩人分別叫如劍旺和陳金平 FBI指控他們在曼哈頓唐人街 以照片中這個常熱公會 作為中共海外警察據點 雖然中國駐美大使館今年1月表示 這些海外警察站 是用來為當地中國人提供行政便利 好比為他們更新駕照之類的 但根據FBI的調查 他們實際是代表中共在紐約 執行秘密海外警察任務 工作主要是在國外壓制威脅 那些表達與中共不同意見的人 特別是中國人 也就是說就算你是已經肉身逃出牆內的中國人 但只要敢在海外發表批評中共的言論 並且被中共注意到的話 他們就會透過這種單位去給你關心 而剛提到的盧健旺和陳金平 也擔任過福建同鄉會的會長與秘書長 或許有些觀眾對於這個單位是第一次聽到 但只要看了接下來這組照片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的 上個月我國總統蔡英文訪美期間 在紐約路邊集結抗議的那批中國人 就是透過這個單位去集結的 可以看到盧健旺本人當時也在現場 藉由這個例子也能讓我們看見中共在海外滲透的統戰規模 顯示中共在某種程度上 成功在西方國家內部發揮影響力 並侵犯他國主權 根據政治新聞Politico的報導 除了紐約之外 中共當局也在倫敦、羅馬、東京、多倫多等 全球各大城市廣設海外警察站 西班牙非營利組織保護衛士 公布了一份中共公安部的調查報告 統計世界各國至少有30個海外警察站 這個數量非常的驚人 不過幸好這件事已經被爆出來 美國也開始在抓人 其他國家也有跟進留意到這件事 中共自己或許沒有想到 過去在海外設置的秘密警察站 現在正被逐一揭開掃大了 本來是要用來狩獵海外反攻人士 現在反而自己成為了狩獵對象 我們也可以發現 中共老是都在說 不要干涉中國國家主權 結果實際上自己卻想方設法在干涉他國主權 不過這兩人目前也只是冰山一角 我這邊有跟進最新的消息 是他們被捕出庭後 如以25萬美元保釋金獲釋 乘以40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 這個保釋金的金額 非常有錢 感覺就是共黨割韭菜來的經費 並限制這兩個人 不得在中國領事館或死團半英禮範圍內旅行 也不得與同謀交流 然後全案呢持續調查中 那我這邊會持續關注此事 希望接下來能看到他們被一鍋端的畫面 屆時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對此 中共外交部藩人汪文斌的否認指控 說相關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 並不存在海外的警察局 中共想要趕快來做一個切割就是 但是網路是有記憶的 帶各位來看一下 中共當初自己拍的這段宣傳影片 人民的保護神重要儲托 等一下習近平是人民保護神 皇帝還不過現在直接成神了是不是 現實維護廣大僑胞的合法權益 於今年1月10日 第二個中國人民警察節 在全國率先開通 天涯若比零 海外110報警服務台 我現在不 不都是公安局 海外110報警服務台 起動 通過設置海外110報警服務台專輯 受理海外福州級僑胞電話 報警求助服務 堅決打擊福州本地 涉僑違法犯罪活動 全民維護海外福州級僑胞合法權益 全市上限及電話報警 微信報警 郵件報警三大報警求助功能為一體的 福州海外110報警服務台 推出交管匯僑 出入境匯僑 出入政匯僑 防盛匯僑等辦事服務項目 同時 在全球五大洲 設立了30個福州警橋事務海外服務站 進一步方便廣大海外福州級僑胞 跨境染承斷市 讓匯僑服務盡在支持 抓到 自己都說在五大洲有設置海外警察 還想切割啊 那看到這邊呢 我們可以來反思一件事 那就是我們台灣 有沒有中共這些海外秘密警察 肯定有 但我覺得在台灣的 不算是秘密了 因為在台灣的邪共人士 沒有在偷偷來的 都是明著來的 許多的親中議員立委 一些退休軍官沒有在跟你演的 這也是我們該重視的問題 不知道台灣能不能藉此機會跟FBI合作 因為如果台灣自己抓 就會有一些邪共人士在那邊宣傳什麼政治迫害 但要是多了第三方的配合調查 感覺就能更中立客觀一點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感謝Surfshark對這個單元的支持 提醒各位 在留言區的部分 我會放在折扣碼給大家使用 有需要朋友也可以點選連結 我是波通好帥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增加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比賽